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戒 就是出家了之后必须要跟着那师长 一段时间五年跟戒师五年或是跟这个教授师五年 不允许离开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出了家了 一出了家就单独一个人住了 出了家了之后呢单独一个人住很危险 因为我们看过很多例子 单独一个人住呢很难改变那个恶习 所以这也就是佛陀为什么指定说 比丘出家了之后要在僧团里面住 因为在僧团里面住的话呢 我们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呢 跟这些长老啊跟这些同修住在一起 有时候他们会教导我们 会提醒我们 所以呢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缺点在哪里 但是很多人呢他出了家他喜欢到处一个人住 那假如住了一段时间呢 两三年过去了 你的接纳越来越多人家也不敢讲你了 那里连穿袈裟都不会 我就看到很多啊 比丘啊 有时候出家五六年了 连那个袈裟披都披的不善不思 这就是一个人住的关系 不跟僧团住在一起 然后什么东西我行我书 我行我书 甚至呢 雨具暗居的时候也不住下来 到处跑到处跑 没有人教导了 这就是最麻烦的出家人呢 最麻烦的是遇到这一类的出家人 出家了之后呢 喜欢随着自己的意愿呢 要怎样做就怎样做 很多人喜欢自己一个人住 要怎样做就可以怎样做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危险呢 我们一个人住的话 我们很多坏的习惯 我们都不能够去除 因为没有人只处来给你明白 那有时候我们也都出了家 有时候遇到一些 师父教导不正确的 那也很危险 我也曾经看过一个师父 他出了家了之后 他的师父教导 看电视机也是修行 回来了 他自己在马来西亚 开一间试验 我常常看他看电视机 看电视机是修行 后来的结果怎么样 有一次我去他那边 他出了家了之后呢 他也跟人家看病 跟人家医病 像在家人那样的生活着 医病了之后呢 我去到那边去挂担的时候 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 他先跟我讲 因为在这个寺院里面住了一个女众 我就觉得曲高一生问 这个女众住在这个寺院里面 两个比丘 一个女众住在里面 我还没问他之前 他就先跟我讲 这个是老师来的 我可怜他 他有病 所以我帮他医 但是呢 他常常要来麻烦 所以留他在寺院里面住 晚上呢 就三个人围在电视机旁边 看电视 看电视 我心里想呢 迟早 后来真的啦 完书了 跟那个老师结婚了 看电视机 假如是修行的话 那就好了 每个人都称阿罗汉了 现在很多电视机可以看了 每个人都可以称阿罗汉 我们跟着那个师父 师父讲 看电视机也是修行的话 我们跟着这样学的话 那一定晚了 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佛陀更厉害 佛陀自定八戒里面 不允许我们去观看娱乐节目 八戒都要守这条戒了 跟何关是我们出家人 假如我们出家天天看电视机的话 那你看有救嘛 你不是阿罗汉 阿罗汉他都也不会看 你不是阿罗汉 你天天对着这个身相畏触 这些感官上的隐忧 久而久之 你的心一定摇动 所以到最后 他还了赎 我看了我也是摇头 还了赎了之后 他那间寺院 在还没有 还赎之前那间寺院 是靠信众出钱来筹建的 但是他还了赎了之后 把那间寺院变成他的住家 寺院没有舍给他生团 而且夫妻住在一个寺院里面 大家想想 把这个寺院当做住家 然后夫妻在里面 过着这种夫妻的生活 你看这个最大 有时候想起来 出家人假如不知道 这个因果的话 很危险 你想想 这样后果会怎样 有时候我讲 出家假如我们没有遇到 好的师父教导的话 我们自己一个人住的话 什么东西都随着我们的喜欢 怎样做就怎样做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 造了很多恶业 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那是恶业来的 大家想想 十方中 筹来的钱 建成的寺院 你不还给僧团 你把它占为己有 变成自己的住家 里面所有的一切 人家供应的东西 变成你的财产 你看这个业 业重 也是我想起来 我很可怜他 很可怜他 很可怕 而且在这个事业 夫妻过着那种生活 在事业里面 这件事情更可怕 所以我们讲 假如我们 想想一个出家人 出了家 那本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能够培养我们的福德 能够好好地修行 持好我们的经历 能够达成涅槃 但是假如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不只没有培养福德 损我们的福德 而且下一生掉到哪里去 大家想想一想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时候啊 出家是好 但是出家了之后呢 目标要明确 要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有些人很喜欢一个人住 一个人住是很好 很自由啊 随着你的Kilesa去做 你想要睡觉就睡觉 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想想我们大家 住在圣团里面呢 有时候啊 早上 晚上啊 要来一起集体静坐 你很多时候啊 都很难的 做好这个责任 那假如一个人住呢 更不用讲了 你讲是不是啊 一个人住的话 你起来静坐静坐 哎呀 累一下 躺一下 就像你们在家人这样啊 醒来 那就坐在床上 静坐 静坐 哇 今天很累啊 不要紧了 今天先休息 蹦蹦一下 倒下去睡 明天再累 蹦蹦一下 倒下去睡 再多一个礼拜啊 不见得羞耻了 不要紧了 睡了 睡了 真的是 是这样啊 因为我们 也看过 在泰国住过 一段时期 我们也看过 不是说 没有肚子的修行人 也有了 但是很少很少 那些能够肚子修行的 都是根深团 一段时间了之后 已经把那个习惯 培养起来了 能够肚子啊 一个人住的话 也能够做好 他的责任 这个 就是 那些 我们说 行事 做物呢 都会 依照 去做 那是因为 经过训练了之后 才会这样 那假如 我们没有经过 这样的训练的话呢 很多时候 都是随着 我们的习行 所以出家是很好啊 但是 目标也要正确 要遇到好的老师 要遇到好的生团 要不然的话 将来会变成怎样 也不知道 所以 要注意哦 有些 想要出家吗 需要 假如 不要出家 只要眼睛张大大 不要乱乱 找到一个老师 看电视 也是修行 哇 那个糟糕 所以啊 不是 攻击谁 是 事事 讲事事 好 接受祝福 哦 哈 祝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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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